我一开始必须解释一句话 这句话是在我那广告小片里有的 最后一句叫 八卦都是算卦 算卦都是废话 这话引起很多网友不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呢 他可能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说的八卦 不是我们所说的易经重的八卦 而是我们说的街头八卦 就是这个小道消息 八卦新闻 所以我说那种八卦新闻跟算卦似的 说出来很多东西是废话 我说的算卦还真不是按着易经去算卦 说的算卦就是街头像术 街头有很多人会用他的丰富的社会知识 来取得你的信任 我们今天就会讲到街头看相 从某种意义上讲 它是一种经验和诈述的积累 那么在古代 由于人们对自然的认知不全面 我们的先民 包括其他民族 他对自然现象和自身的生理现象 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所以就产生了有鬼神 对产生了鬼神的崇拜 究竟有没有鬼神 我现在也不敢说 鬼神有时候还跟灵魂纠结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时候 可能有些东西会产生误解 人们遭受了天灾 或者是人祸打击后 就很容易萌发出来 就想预知未来 想借助神灵 能够预知未来 预知未来的好处是什么 能趋离避害 所以在这种长期的实践中 中国人就以阴阳八卦的符号来预测凶极 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易经》 就是在这种条件背景下产生的 后来又被了我们的经学家 赋予了哲学的思想和高度 然后传播甚广 历史又久远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对《易经》 热衷于《易经》 热衷于《易经》的研究和传播 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 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人为什么要算命 算命 就很多人愿意算命 不直接说算命 也得说看看相 看看手相 看看面相 甚至还有看古相的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人 依然对这个乐此不彼呢 因为是我们今天的人 对未知 对未来的世界 或者你身后的日子 跟古人的那种区别不是很大 从某个角度上讲 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无知 不要以为我们比古人 多知道了一点自然科学 但是对于庞大的这个自然体系 我们大部分人 还是处于一种无知状态 那么我们一般人的无知呢 会导致对未知的世界 就是未来的世界呢 恐慌 在这一点上 我们跟古人是没有区别的 只不过古人更 更在乎于自身的变化 比如安危 我们可能安危的担忧会少 但是对其他的 比如对财产的恐慌 就会更大 所以我们今天注意看 喜欢这个看相的人 或者喜欢命运的人 未来的命运如何如何 这些人往往是两类人 在社会上分类的话 我们假设把社会分成三层 三个阶层的话 上面这一层人和下面这一层人 最喜欢看相 中层人往往不相信 中层人是什么人呢 就大约是有一个不错的工作 是吧 对生活状态基本满意 对这个科学知识掌握也不少 这一类人往往不太相信看相 而上层人和底层人都喜欢看相 底层人对未来非常恐慌 因为未来的日子不知道怎么过 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 对他都是有压力的 所以底层人实在不行了 就去看相 看看命运 是不是能从这里得到一点内心的慰藉 而上层人呢 上层人两种 一种是有钱的 一种是有权的 当你权力过大 什么叫过大呢 就是你自己掌握起来的时候 感到有点力不从心 你就比较愿意去看相 你的财富如果过大 过大是什么呢 就是你自己没有想到 我有这么快的财富积累 我有这么大的财富数量 这时候也会对未来发生恐慌 那么我们仔细想 就是科学的发展 并没有使我们减少恐慌 对未来的恐慌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还加深了一些恐慌 比如我们讲一些个例子 就是比如过去我们的人不提检 不提检 对身体的未来不知 我们今天一提检呢 那张表一打出来啊 你比如我提检的时候呢 那个表打出来不是很愉快 因为你你到了年龄了以后 你可能很多理化指标都不正常 不正常呢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比如有一年我去提检 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是你在未来的日子里 你患癌症的可能性大于一般人 这事就把我给弄 就弄得很恐慌 就是我怎么 后来我就跟医生说 我怎么能小于平常人呢 其实小于平常人也是很恐慌的一件事 而且我们过去的这个科技呢 我们是没有这种 这个科技检查的 那么一个人可能到死都不知道 他得的是什么病 今天不同 今天你的病可能在这个 发展的初期就被检测出来了 检测出来有人就认为啊 比如癌症 癌症给我们传达的信息是不治之症 今天都是这样 但是癌症如果提前检查出来呢 你认为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啊 说这癌症啊 有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 就是你知道是癌症 那日子马上就如天塌了一般 然后这个人精神萎靡 很快就消瘦下去 然后呢 很快很快就就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那有的人是能够能够乐观的对待 但是能乐观对待癌症的人 毕竟是少数 还有一部分人呢 是不治自愈的 可能这个病没怎么治 它就好了 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 表明了人类战胜自然的一个能力 我们不是所有的疾病都需要治好的 有的病是不治自愈的 那么在今天的这种 这种检测的恐慌当中呢 很多人呢 就是说 哎 这科技是发展了 发展了 怎么会检测出来的这个东西 没有让我安心 反而让我更加恐慌了呢 就是我说的 科技发展 未必可以减少你对未来的恐慌 既然科学的发展 没有给我们减少多少 对未来的恐慌呢 或者说 对未知的恐慌呢 所以今天的人都很喜欢 不管是调剂生活 还是安慰自己的心里 喜欢去看这个看相 或者是算命 那么我们刚才讲啊 就是权力大财富多的人 他愿意去看 为什么愿意看呢 就是第一 他怕丢了权力啊 就有权力的人 第二呢 有财产的人怕财产又得而复失 所以我看到的一些 呃 这个官位比较高的人啊 比如说这个财富比较大的人 这是超出正常人的认知的 官位高和财富大呢 他们都相信有一种东西叫命运 那么这个由此产生的相失呢 他天天看的人呢 往往就是这两类人 一类是社会上层 一类是社会下层 那么这两类中什么人来看相呢 往往是悲喜两极的人 悲喜两极 生活中遇到极不顺心的事啊 走投无路了去看相 还有就是呃 生活中遇到极大的喜事 也去看相 为什么悲喜两极的人愿意去看相呢 悲是走投无路 喜呢也是走投无路 人到最高兴的时候 也不知道去怎么发泄 也不知道这个喜能够保持多久 所以都愿意找到这个相失呢 给心灵一个安慰 从某种意义上讲 我觉得看相呢是一种 呃心理医疗的这个作用啊 呃 你一般人 你如果去看相 那对相失来说 你无非不就这两点吗 一个悲一个喜 你的面上就带着呢 呃 我看过去啊 有很多这个 这个看相的人啊 他是悦人无数 就是看人多了 我天天给你看相 你真心无 我都知道你是为悲而来 还是为喜而来 那脸上都带着的 你掩盖不住啊 你那个红光这个焕发 印堂发亮 你进来一定是为喜事啊 你那紧锁眉头进来一定是悲事 所以他能够猜你个大概八九不离十 这种算相啊 这种看相算命 就很容易切中你内心的这个要害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算命有很多种 是吧 我们常常看的是算卦啊 紫围斗数啊 紫围斗数从某种意义上讲呢 我听人家跟我讲 他算一种统计学 奇门遁甲 星盘 侧字 塔罗牌 看手 看脚 看面 看什么都有 街头像术啊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 阅人术 心心理学加大概率事件 我们有时候到旅游胜利啊 一些旅游景点 经常能看到门口 有能看相的人 有的人很年轻 如果他一辈子在这上面钻研啊 一辈子就是 逮着人就看一开始都是免费的 慢慢慢慢他就会积累经验 但这个人一旦登堂入室 他就会变成大师啊 算命啊 这个江湖上算命这些东西是有套路的啊 这个比如我就多少会点 但是我不能给你算啊 我这赶门有机会的时候再算啊 不能算 一会我告诉你怎么算啊 那么我们今天啊 看到了很多 就是媒体啊 报纸上揭露啊 包括电视里也有揭露一些 骗人的把戏 比如北京就出过很多次 就是出租司机 拉来的客人啊 到了说这地算命啊 特别灵 特别准 你不信你进去 然后他就把这个人拉进去 拉进去以后呢 到门口说跟着人结完账 拜拜了 然后这个游客呢 就外地游客 往往都是拉外地的 然后跑到里头去算命 一算 基本上都说的准 说的准就很纳闷啊 这些人游客不知道 就以为是这地算命就是准 其实不是 出租司机在一路上 跟这个游客不停的聊天 套取了他很多信息 我们的信息之间是有关联的 尤其有研究这方面的人 更能知道之间的关联 套出来你的一些具体的信息的时候 他已经用手机用短信的方式 发给了相师 这相师攥着这几个信息点 完全就给你有一套带有路数的 这个说话方式 把你一步一步套进来 你就非常相信他的这个 你非常相信他的算命的准确性 我很早以前都碰过这些人啊 比如他利用语言的模糊性来跟你谈 过去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江湖像术啊 骗人的第一句话就是 父在母先王 对吧 这句话五个字啊 多么简单的五个字 父在母先王 他可以有多解 第一叫父在 父亲还在 母亲先死了 这是一个说法 第二呢 是父亲在母亲前都死了 那就是父亲死了 对吧 你说我父母都在啊 你得算的不准 就是说我谁都没忙 他说那你将来一定是 父亲在你母亲前的先走 为什么他要说 父亲在母亲前都先走呢 我们一般的情况生活中都是这样 今天啊 社会的统计大概 就是男子的寿命是 平均寿命是低于女子的 所以我们一般的家庭 比如我仔细想想我的家庭 比如我父亲就在母亲之间先走的嘛 是吧 大部分人的家庭状况都趋于这个状态 所以这句话的概率 从概率上讲 它正确度就会很高 你比如我去看相的时候 啊 有回碰到一个人 人家给我介绍 说这人看特转 你不信不行的 然后我说我不信这个 他说不信咱去说 我们就进那屋了 进那屋以后那人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然后我就说 听说您特灵啊 说您给我说说 那人看着我第一眼就说了一句话 就说 你有一桌女朋友 我就不说话 我说那您继续说 然后他就愣在那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人都会配合他 问他什么叫一桌女朋友 或者他见一个女人 他一定说 你有一桌男朋友 那我们先问 这一桌是多少个呢 你自己在 你自己在不停的凑这个数 比如 你说我就有一个女朋友 那他说 那就对了 你坐的是咖啡桌 你咖啡桌就是一男对一女啊 你仔细想想 我陆陆续续有个三个女朋友 你说我这一桌 那就是八仙桌啊 那就是四方的 你一对三正好啊 你想了想 我这连小学上的 幼儿园的女朋友 中学的大学的 全都算一算 我有七不个 那正好一大圆桌 是吧 所以这个呢 他很容易说清楚 所有看相的人 最怕的是 你不配合他说话 就是你不说话 你比如我碰到 看相的高手 我从来不说话 我就说那你继续说 我就一句话 你继续说 他就乱了手脚了 他不知道怎么说 他不知道这路往哪边走 比如很多人上来 他会跟你这么说 有的很多看相的人 跟你这么说 他上来就说 你比如看我这样岁数人 他说你中年得过一场大病 这个概率非常的大 因为第一 什么叫大病 对吧 那有人说 我这身体挺健康的 就这么一脚气 多少年都不好 他说这就算大病了 对吧 他看你算什么 算大病 你自己算的大病 谁没发过一回高烧啊 谁没拉过一回肚子 他就说 那就算大病 你没死是你造过的 如果你恰恰得过一个大病 你比如我 年轻时候得过阮尾炎 那算不算大病 得过胆结石 那算不算大病 你要想这个东西 可你如果把它归结为大病 对于没病的人来说 它就是大病 所以他会察言观色 对吧